恒大的许老板和二儿子被抓 不过太太丁女士和大儿子 现在是拿着钱躲到了海外了 据说有500多亿 如果能追回来 让许家给自己造成的难账买单一部分也是不错 不过现在国家处理这些难账的方案 也是比较明确了 恒大2.4万亿左右的负债 其中最大头 也就是一半左右 是欠的工程款 产业链上下游的钱 这部分债主估计只有自求多福了 大概就会打个骨折 剩下的是7000多亿的合约负债 也就是老板系买房的钱 这个政府一定会让很大用剩下的资产 优先来保交流 不够的话 也是国家或者说全民来买单 剩下的差不多7000亿左右的借款 以及其他的负债 就是看情况了 抓人以后 大头的钱 如银行或者保险借的钱 会由国家兜底 也就是全民买单 这点在圣经银行的坏账处理方案 就可以看得出来 恒大是圣经的大股东 他以发债或者贷款的名义 从圣经银行拿走了1000多亿 恒大报来以后 辽宁政府强令恒大退出股权 剩下就是1837亿的烂账 挂在了圣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 圣经银行一共的资产 也就才1万亿左右 1800多亿的坏账 他可是要垮 影响太大 于是政府说 我来兜底 具体的方案就是 1837亿的坏账 座价1760亿 打包卖给辽宁之馆 也就是俗称的AMC公司 仅仅减资了4% 对圣经银行影响不大 可是辽宁政府和AMC 没有这些钱 怎么办 于是神操作 就是让圣经银行来出这个钱 相当于圣经 借这笔钱给了AMC 把圣经1760亿的有毒资产 自还为了对AMC的专项债 AMC兜底信用高 这比在数年期 2.25%的利息 光利息收入就有500多亿 圣经银行一下子就活过来了 不过总觉得哪里不对 AMC拿到这些毒资产 消化不了的话 那可不就是国家或者全民买单了吗 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